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木谈天 今天是2021年12月8号星期三 自从中共挤出来一个民主白皮书 这个事情在中国内部也被热议 就在人民日报的这个图文并茂的帖子下方 中国网友向外界展示了他们精彩的评论 有网友用外交部的口吻说 美国的民主应该由美国人民来评判 而不应该由中共来指手画脚 还有人说,能全民选举之后再抨击别的国家假民主吧 现在的民主二字都变成了民主 为了避开敏感字 中国网络这种创造性的文字好多 是中国独有的一个网络生态现象 一位网友一针见血的说 小编长点心吧 网民不好忽悠了,又翻车了 大家不都是傻子,天天说美国烂 结果有权有钱的都往那边跑 另一位网友说 人民日报是代表中国人民还是美国人民 那么关注美国人民的过得好不好 不如多关注一下中国人民 多关注一下国内的阴暗面 行使媒体的监督权督促改进 是啊,中国的媒体如果都敢客观发生了 还有海外自媒体什么事呢 中国的正式消息哪怕出来10% 中国都已经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有人说在海外中文媒体少见到说中共好的 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就已经在用墙内思维在想问题了 其实挺多中国人出国后都有这个感受 刚开始看油管新闻还怕怕的 就有一个在国企工作的中国人跟我说 这些新闻我不敢看呐 为什么 一旦知道真相 将来如何回到中国生活 明白人在墙内生活的感受是复杂和矛盾的 我们都能理解他在说什么 大多数就保持低调 不发表意见 或者缴机会将来出国吧 还是那句话 明白真相 即使不能公开反抗 那不去主动作恶 或者不得已参与作恶时 对受害者网开一面 力所能及相助 枪口抬高一厘米 也是功德一见 中共作恶就是在利用基层的执行人员 基层执行单位和参与人员在这方面消极代工 那对中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比如那些制作彭帅照片和视频的人 谁知道是不是这类人呢 留下各种破绽 让世界网友来找茬 你说他们高级黑也行啊 让中共的里子面子一起丢 说起基层人员在中国的行事方式 今天有两个很小也很大的例子 说他小 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对中共来讲都不值一提 天天在发生 说他大 因为这两件事情反映出的社会现实 令人不寒而栗 12月6号 在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三星镇 一名老人骑车沿街贩卖甘蔗 数十名身穿静通试容制服的工作人员 将老人团团围住 然后将老人的甘蔗全部没收 他们将甘蔗扔到车上 当时老人急得大哭 引发民众围观 12月7号 老人的孙女张女士对大陆媒体表示 今年爷爷73岁了 平时在家务农也种植甘蔗 这个时候正是甘蔗收获的季节 爷爷经常骑车带着甘蔗四处售卖 连接来大陆网民纷纷谴责这起暴力事件 迫于舆论压力 南通海门区三星镇政府对媒体表示 深入保安制服的为镇上外包服务的第三方市容公司人员 无行政执法权 还说甘蔗是赞扣 他们总是有那么多奇怪的名词来形容这些行为 这次不是临时工了 是外包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城管也外包了 中国之大 无奇不有啊 在舆论的压力下 三星镇长写了检查 也给老人道歉了 表面上这个事情过去了 但是我们知道 现象还在继续 城管这个词在中国和世界闻名 就是因为城管人员打骂贪贩 抢夺财务的事情太多 让他们成了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代表 其实他们是中共制度下的一个特殊的产物 上边的人利用他们 他们有点小权力 可以伤害更加社会底层的人 但他们也是可怜的一群人 是整个中共体系里面被用来打人的棒子 政府不愿直接出手而已 出事了就说城管都是素质低的人 我们会加强教育 都是这么回事 类似的工作还有基层警察 交通警之类的 成了中国社会普遍声讨的对象 当互相的仇恨加深 就会出现各种恶性事件 大多数这类事件都不是孤立无根的 都是跟社会从上到下 滥用职权鄙视链的延长线 群体互害 从小被灌着进化论无神论 善恶有报抛在一边 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学习着 在长大之后的社会经验 又再进一步强化这种观念 就以为这才是做人成功的唯一出路 变强变狠才能生存 这不是我们熟知的强国思想的根源吗 这可不是简简单单城管素质低的问题 今天一个老外给我发了一篇英文文章 我也去看了中文原文 说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 强调坚持宗教中国化 增进宗教界人士和群众对中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这个老外附上一句英文留言 翻译过来就是 这是不是病得很重 中共就是这样彻底的把信仰从人心中拿掉 把对未知自然科学领域的敬畏之心拔掉 他们叫做大无畏精神 无法无天 从而更容易败坏道德 然后进一步把信仰人士说成精神病 让他们变成社会共识 良心多少钱一金 信仰能当饭吃吗 这种说法大行其道 你还有良心 那就继续通过政治学习 喜到人灵魂上都向党跪下 那就真的没救了 看看另外一件发出在湖北的事 湖北省芸汐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官方微博 曾经发出一则正能量新闻 8月22号上午 一位法国籍男子来芸汐旅游 准备搭便车前往西安 因语言不通被司机误认为是新疆人便报了警 民警通过护照审核无误 便找了一辆前往西安的货车 送法国籍男子去西安 临走时法国籍男子握手感谢 新闻内容乍一听没啥 但是细思极恐啊 新闻时最近才有大量网民的围观 这个原微博已被删除 因为网友留言脏话太多 大家都很气愤 我只引述没有脏话的部分 有的网友说 宣传口的这个姿势水平 本来就是个杨大人迷路的事 硬生生的给自己坑成了歧视新疆人 可干嘛要不打自招 说是联系到新疆人了呢 真为你们感到捉急啊 真的 有人说 初中同学和朋友去深圳玩 因为是新疆户口 所以轻履不让住 还有网友说 以为是新疆的就报警 见到新疆人就该报警 如果是外国人就要帮忙 搭个车握手欢送 一个是中国公民 一个是想占便宜的老外 这位朋友说的更好 这个新闻要素太多 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看见新疆人打车居然报警 发现是个外国人 又客客气气的帮着找车 最可笑的是 语言不同的外国人 可能从头到尾 没有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 还以为是强国人热情好客 强国警察关心民众 这里的歧视链好复杂 这跟第一个事件一样 上面害下面 下面的再去害 更容易被歧视的群体 这种思想扎了根 难怪出国之后 觉得老外太单纯太老实 其实都是被中共给洗乱了 把强国标准当作世界主流共识 出来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中共被排除在民主峰会之外 很生气 就说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 我借网友的一句话 你自己开心就好 你就作吧 在周二举行的民主峰会背景介绍会上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 解释了为何邀请台湾 他说 我们认为台湾是一个领先的民主政体 台湾在推进更加透明 反应迅速和充满活力的民主方面 拥有丰富的经验 是一个强有力的范例 布林肯日前出席路透社的 NEXT虚拟全球会议 认为中共若进犯台湾 恐怕是导致灾难的决定 奥斯汀隔天出席一场国防论坛时 也强调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自卫的能力 对此胡锡进在微博说 台湾是中共的深红线 中共将愿意在台湾与美国比一比身高 不过许多中国网友纷纷回应 胡锡进红线不够用了 来条深红线 以为红线是底线 谁知道是起跑线 网友们真是聪明啊 红线是起跑线 着实让我笑了半天 我今天分析了自询民主的中共 把中国已经变得不像样 不仅把中国人欺负红眼了 他们把国家都采成深紫色了 伤痕累累 再次强调 那些在多种形式的维稳系统内的人 或者家人有在系统内工作的人 希望能够让他们了解 能不参与就不参与 必须参与的力所能及网开一面 给人一条活路也是善良的 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中国人应有的 从根源上讲 都是被中共强加的 好了 喜欢今天的视频就要快来订阅了 看看订阅按钮和小铃铛有没有被取消 点赞加留言 也顺便去视频说明栏 加入小木savechat频道和电报公告群 想要赞助小木 下面也有链接 因为有你一路同行 我们下期再见了